各位小汽车观点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自从2022年 Toyota总代理核泰汽车 强力的推出这一台Toyota Tone S以后呢 对于轻易商用车市场 可以说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 我想这台车也很多人都很关注和瞩目 那从这一台车呢 在今年的2月上市开始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月 几乎都稳定的交出 850台的车以上 那可以看得出这台车确实是来势汹汹 好那我们在当时上市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我们要 有一台车来做长测 那这台车呢 我们从交车之后呢 我们为了要模拟实际上 投加他们的工作状况 我就找到了好朋友 戴老板他进行杂粮行 让这台车加入他们的车队 每天来加入台北市区 甚至比较偏远的地方 来做这个配送的工作 模拟实际上我们的用途的使用 那为期一年的时间 那现在三个月过去了 我们就来初步检视看看 这台车在加入了车队之后 它实际上使用状况 要来跟大家分享 那戴老板的车队呢 主要是送这个杂粮 送杂粮的车队里面呢 他们以前惯用的都是林立的车系 那当然后期有加入Porter 因为杂粮的这个载重比较重一点 那现在呢 车队就维持大车跟小车 并行的这样子的运作 三个月过去了 我们也要请戴老板来分享一下 这一台我们的Thomas加入了 他们的车队之后呢 他们的一些实际上的使用心得 和实际上的发现 我们一一给对这个车有兴趣的人 来做分享 好我们先请戴老板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杂粮行 戴老板 全红商行戴老板 那我们这台新车给你用之后 到现在跑多少了 我们又使用了大概5000公里 5000公里左右 那算平常也都有在开 那主要的使用用途是 就是在一些杂粮 柴米油盐那一些 有点重量 那这台车主要在哪里跑 就是市区有时候会送到阳明山 还是淡水海边这样子 主要在北区 北区北区 台北市的北区 那个时候我刚给你的收 应该算很新的车嘛 对 所以那时候换这台车的时候 因为颜色也不一样啦 有没有很多人啊 或者客户跟你询问这台车 当然啊 一开始就说 你换新车了哦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就送到回答他说 我在帮他们测试 对啦 其实也是换了一台新车 那这台车哦 因为我们这一次特别用的是自排的 和你以前用的手排的不一样 那你觉得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便利性来讲说实在的 自排车一定有它的好处嘛 包括加油啊 还是什么样的临时停车啊 都有它的好处在啦 就是比较不需要去熄火嘛 干嘛的 你就可以直接下车 一下就上车这样子 OK 就不用再打赶了 那刚开始我们交车的时候 我们记得我们拍第一集哦 那你有提到说 过去使用的车子 后面货抖有一些漏水的状况 那这台车用了三个月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车 说实在来 它设计的关系 所以应该是还不错 没有漏水的问题 最主要差异在哪里 可能就是它后抖的 下面的那个铁架的部分 就是翻开铁架的部分 那个地方有点设计 因为我之前是用零利 所以它设计有点缝隙 所以那种东西的话 就是他们原厂设计的问题 所以没办法 怎么样补救都会有点 有点问题 所以就会有点漏水的问题 这台车因为它后抖设计刚好 它有铁板隔开了 所以就漏水问题就解决了 OK所以设计的形式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也没有发现漏水的问题 好那说到油耗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这三个月以来 我们加了 我记得应该加了十几次的油 那平均的油耗 平均的油耗大约七点多 大概七点多接近八 我们有副表可以让大家参考 这实际的油耗 那你的使用状况 刚刚代老板有说明过 就是在台北市的北区的市区 对还有爬上山 爬上山应该是最耗油的 因为载重 其实最重要应该是 油耗牵扯到的就是载重的问题 你载的越重油耗当然就是 损耗越快了 好所以在全负载的状况之下 我们实测的数据已经测了十几桶油了 5000公里了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当然现在是使用三个月了 已经进入大概四分之一的阶段了 那在这三个月当中呢 代老板有没有一些整体的心得 可以跟要购买这台车的垂有参考 这台车如果没比较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它好在哪里 有比较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 它真的有它好的地方 跟林立比的话 当然的话 因为我开那么多林立 如果说以后有机会要换 我可能就会换这一台 因为这台的载后量比林立多一点 再来呢 它的便利性 还有它的一些的周围的设计 还有室内的设计 其实我感觉上它比较人性化 比林立有人性化一点 可不可以具体跟我们分享 就好比说 它的一些白手机的地方啊 还有一些白饮料的地方啊 还有它的室内空间 好像也有宽了一点点 因为你比较老嘛 对对对 比较敏感 对对对 室内空间也有宽了一点点 这样子 至于载货的样子 说实在 它因为它的 载车的宽度比林立宽 所以呢 它载起来 载货载重的时候 也比林立稳一点点 那当然这个是初步发现一些 使用上的优点啊 在这三个月以来 正常来讲 这台车 如果我这样使用下来 其实 这三个月下来 其实它没什么毛病 但是 不晓得说 它过了保固期 会不会毛病一堆 这个就很难讲了 因为 林立一开始开的时候 一两年也都没什么毛病 但是它只要过了保固期 三年够货 就开始漏油啊漏水啊 什么一堆都来 哇那戴老板的意思是 我们要多租两年 让你再测到第三年啊 这个不用啦 这个就是因为 因为车子好不好用 就是 跟 跟 跟那个品牌也有差啦 因为说实在 以前林立的时候 最早那一代的时候 它也很 投占力也很高 你用到四五年也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后来不知道是因为它 独占了市场怎么样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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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到三年保固过后 就某些东西就一定会坏 嗯 就很奇怪 我开那么多台林立就是 最后这几批 特别容易坏 嗯 我是问过那个 车厂啊 他们跟我讲说 林立后来的零件啊 那些 只要 只要一些小零件都是从大陆做的 嗯 所以 就不知道说 Toyota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这个呢 那当然是个人使用经验 仅供参考啦 对对对 那我想这个大家 口碑方面 网路上也非常多啦 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多去参考一下 那刚刚戴老板也有提到了 现在 已经五千多公里了 那即将进入 一万公里的话 嗯 我相信再过 可能两三个月 就会进入一万公里了 那一万公里呢 我们就会来去保养 体验一下保养 那当然网路上 大家最有疑问的也是因为 主要经验对手 中华的话 他是属于 纯商用车的体系 是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欸 Toyota这个很久没有进入 商用车市场 那他的保养体系 是跟乘用车混在一起的 那保养上 会不会比较费时 或者技师 比较 不那么专业 那下一次呢 我们就拜托这个 戴老板赶快操 操到一万公里之后 我们实际上去体验这个保养 看到底好不好 还可以啦 现在车还可以 就是不晓得 他的后半部会怎么样 让你们测最准 因为你们都是纯市区 不是 因为我们载重 对 然后又载重 然后又要爬坡 因为那个 这货帅啊 其实正常来讲 大概 两年多到三年 他就会漏 新样超 这个超不坏啦 这新车怎么超得坏